在中国历史上 历朝历代的政变事件屡见不鲜 以至于悠悠上下五千年 二十四朝百余国 其中因为政变而建立起的政权 国家占了不小的比重 而五代时期 这种政变显然要更加频繁一些 处于乱世 各路武将大臣都认可了一个道理 谁的拳头硬 谁就可以当皇帝 然而这种风气 却在赵匡印黄袍加身后 戛然而止 陈桥兵变后 赵匡印兵不雪任就当上了皇帝 不仅安定了国家内部 还统一了大半个中国 怎料想这样的皇帝最后离奇身亡 而史书却对皇帝的死因 只字未提 为后世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民间传说 而相比之下 其终结乱世的成就 同样让人好奇 赵匡印自元朗 于公元927年出生于 洛阳贾马营 此时 后堂政权鼎盛 其曾曾祖父 致其父 皆为朝廷官员 其父更是在后堂管理进军 赵匡印因此自幼就习得一般好武艺 据传 其出生时赤红的光照满了屋子 其相意味 过了一个晚上 都没能散去 除此之外 赵匡印身体上还留有金光 三日未变 好似赵匡印定能成为乱世的王者一般 长大后容貌威武 气度豁达 学习骑马射箭 总是超出其他人之上 他曾试骑一匹猎马 他不给马套上龙头 结果猎马跑到城楼的斜道上 使他的额头撞在门楣上 人也从马上掉下来 人们以为 他的脑袋一定会被撞碎 不料赵匡印 却从地上慢慢起身 继续追赶 并跃上马背 一点也没有受伤 后来赵匡印游历四方 曾来到一座小庙 在庙中 他遇到一个精通术术的老和尚 老和尚见他气度不凡 于是便劝他向北出发 赵匡印 遂于前幼元年 投身后汉书密使 郭威障下 随后便在郭威障下 为后汉征伐四方 曾随郭威 一起征讨 河中节度时 离手针叛乱 屡历战功 后来 郭威兵变称帝 赵匡印也参与其中 还因此被任命为东西班行手 拜华州副指挥使 逐渐称为郭威的心腹 此时 野心的种子 就已经在赵匡印的心中 悄然埋下 而郭威也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了宋太祖的人生导师 郭威成帝后 忙于治理国家 上改朝中奢靡风气 下检百姓科捐杂税 大改后唐军人执政的暴力形象 然而其最终 却因久疾无依 而病死于汴京 郭威死后 其养子周世宗 柴蓉继位 据史书记载 郭蓉出身行舟望族 自少气貌英才 擅长其设 略通史书及黄老之处 且为人谨慎赌后 因此被辜负郭威所宠爱 而后来郭威兵变 其儿子女皆被后唐统治者所杀 继而误后 于是就将柴蓉收为了养子 自此改柴姓郭 其子也以郭宗迅为名 值得一提的是 郭蓉的名字在史书上颇有争议 旧五代史等史书中称周世宗的身份为郭蓉 然而王安石却认为周世宗本姓柴氏 宋朝后期皇帝接任可王安石的想法 于是在此之后周世宗便又改姓柴 显得元年郭蓉登基历经图治致力于统一大业 立下了以十年开拓天下 十年养百姓 十年治太平的壮志 赵匡胤也因此着生 执掌禁军内外事宜 同年 北汉契丹联军入侵 郭蓉欲驾亲征在泽州高平之南的八公园 与北汉军遭遇 由于郭蓉此前从未上过战场 大战开始时 后周将士因底气不俗 而被汉军打破 右军凡爱能 何辉不战顿溃 郭蓉只得亲自冒着使时 率领禁军独战 赵匡胤遂阵必高呼 主上面临险境 我等当拼死一战 随后又请大将军张勇德 率弓箭手抢占高底 二人各率精兵两千 左右夹击 以此拼杀 加上郭蓉亲临独战 士气大阵 最终得以大破北汉军 回事后张勇德对赵匡胤的英勇表现 大家赞赏 郭蓉也认为赵匡胤有勇有谋 于是将赵匡胤提拔为殿前都于侯 自此开始接触朝堂政治 这之后 赵匡胤随着郭蓉一同征战 立下了无数战功 都自大败南唐攻势 擒获了数位南唐官员 因此官职一路飙升 也越来越受到郭蓉的信任 直到显德六年 赵匡胤已经官至中武军节度时 手下率领着一大批精兵汉将 同年赵匡胤随郭再次北拔 打退了几千名契丹起兵 平定了官男 回朝后赵匡胤被任命为 简孝太父 殿前督点简 成为了后周兵权最大的将领 此时郭蓉也距离一统天下的愿望越来越近 然而郭蓉却和后周先帝一样 因病而终 无缘再见天下一统之时 而郭蓉一死 后周王朝也即将迎来巨变 郭蓉驾崩后 其年仅七岁的小儿子郭宗迅 在朝城的拥护下即位 尽管后周后主上班逝世 但出于郭蓉的清明之志 朝中内外 暂且无人敢招惹柴蓉留下的孤儿寡母 此后朝中大事皆由大臣决定 但只要待少主成年 后周仍旧有一统天下的希望 不过此时的赵匡胤 却再也等不下去了 郭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人 竟然是自己身边 獠牙最锋利的那一个 早在郭蓉驱使前 他就交代了部分大臣辅证 以防国家遭受内忧外乱而复备受敌 郭蓉安排的班底很好 若是在大一统之后绝对行得通 然而在五代十国的时期 郭蓉留下的孤儿寡母 毫无抵抗能力 无论怎样 后周的王位是绝对保不住的 在五代十国 各个国家早已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律 兵胜者为王 而赵匡胤也是最懂这个道理的人 早年 他随郭蓉一同兵变时 他就已经明白 五代乱世的生存之道 只不过后周前两主 皆与他代入亲人 最一直努力于后周 别无二心 如今正值后周王室脆弱的时候 也是自己称帝的最好时候 于是 他便效仿郭蓉 也来了一出黄袍加深 不得以兵变的大戏 显得七年正月初一 后周朝廷听闻 契丹北汉 联合南下 寓意攻打他们 宰相范智等人不变真假 匆忙派遣赵匡胤 率兵北上抵御 赵匡胤却因兵力不足为借口 向群臣讨要兵源 范智讨贼心急 遂直接将全国的兵权 都交给了赵匡胤 于是赵匡胤立马就率大军 离开了图城 只不过赵匡胤只率军走道 离开封东北 只有二十公里的陈桥义就停下了 当晚赵匡胤的一些亲信 在将士中散布言论 今皇帝又弱不能亲政 我们为国效力破敌 有谁知晓 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帝 然后再出发北征 将士的兵变情绪 很快就被煽动起来 自日赵匡胤的亲信们 见时机成熟 便受益将士将一件 事先准备好的黄袍 披在假装醉酒刚醒的赵匡胤身上 败于停下 拥立他为帝 众人欢呼万岁的声音 几里外都能听到 赵匡胤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 你们自贪富贵 立我为天子 能从我命则可 不然我不能为弱主意 拥立者们一起表示 唯命是听 赵匡胤就当众宣布 回开封后 不得经贩太后和主上 不得欺凌公卿 对朝是俘库 不得侵略 服从命令者有赏 为令者足诸 诸相士都应诺 赵匡胤于是率兵变的队伍 回尸开封 此时守城的主要进军将领 石守信 王沈奇等人 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 德西兵变成功后 便打开城门接应 一路畅通无阻 以至于想要反抗的 韩通还没来得及 召集军队 就被军校王燕生杀死 赵匡胤兵不血刃的 就控制了都城开封 此时范志等人才知道 自己上了当 但义无可奈何 只得帅百官去军机处 接赵匡胤入朝 汉林学士陶谷顺势拿出一份 事先准备好的善待诏书 宣布郭宗逊善位 完成了后周到宋代的改朝换代 虽然赵匡胤的兵变 与郭威如出一辙 但是却比郭威兵变高明了许多 首先 其与郭戎 亲如兄弟 篡政 着实不妥 于是他便营造出了一种 被迫上位的景象 其次 曾经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 劫舍十兄弟 已经禁为城中大将 因此其入城并未发生争斗 另一方面 其入朝后并未直奔大殿 而是等候群臣主动找他 于是赵匡胤 在仅损失一人的情况下 完成了朝代的和平更替 而后 其又善待郭宗逊母子 立下世卑 已赎罪过 据卑文记载 赵匡胤要求 凡是大宋的皇帝 不准杀士大夫尚书严氏者 凡柴氏子孙 有罪不得加刑 即使有谋逆大罪 亦不可株连全族 只可于牢中自死 不可杀戮于世 不尊此训者 无必不由之 而后时代的大宋皇帝 确确实实遵守了 赵匡胤的誓约 其中 《水浒传》里的小旋风柴靖 就是柴氏后人 他在府中 之所以敢收留不少梁山好汉 就是仗着 太祖赐予的单书铁券 自此 赵匡胤没给朝中人 一点反对的机会 而在朝外 赵匡胤和平兵变 与历代兵变不同 不仅无以百姓遇害 反而还安安稳稳地 度过了一个新年 自然百姓 也没有反对的呼声 虽然在后世看来 赵匡胤这次兵变 对于文明的演化 做出了不小贡献 但对于当时 其他国家的统治而言 无非就是换了个对手 在五代时期 即便是百姓对此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所以赵匡胤想要保住自己皇位 必须要有所成就 在军事上 对于刚刚建立的宋国 一共有两个巨大的威胁 一个是国内各州持反对意见的后州将领 二是 宋国周边各个存在已久的他国政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赵匡胤煞费了一般苦心 他先是安抚了后州的中将 将有才干的将臣纳入麾下 并许以更高待遇 随后又对叛乱的李云 李崇敬等人进行了镇压 进一步稳过了国内局势 对外方面 在谋视赵普的策划下 赵匡胤制定了先议后南的政策 赵普认为 宋朝刚刚建立 在军事水平上远不及北方诸国 若肆意攻打 则是自取灭亡 反而南方诸国疾病已久 百姓怨声载道 以先行攻取 如今看来赵匡胤的计策是正确的 虽然赵匡胤完成了南方的统一 可是对于北方 直到其去世仍旧未能攻打下 有辽国扶持的北汉 另一方面 赵匡胤吸取了五代时各国政权的击毙教训 先是通过杯酒士兵权一事 让诸位进军首领 放弃军政大权 后又在进军中设立三思 使三股力量互相制约 以防再出现地方兵权过重 群雄割据的现象 同时又削弱了宰相的权力 以至于宰相面见皇帝 连坐凳子的权力都不复存在 之后赵匡胤又大举以文人治国的政策 使得五人横行的现象有所收敛 并一再强调宰相需用读书人 为此赵匡胤不得不亲自带头读书 后来赵匡胤又留下了一条不杀士大夫和严氏之人的祖训 以至于进军的人在朝堂之上敢公然指责皇帝的不对 这在过去的朝代却是从未有过的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宋国没有成为乱世的六代 只不过赵匡胤的命运却与五代诸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开宝九年十月 一个学业里赵匡胤急忙把弟弟赵光义宣赵入宫 二人在寝宫把酒言欢不计时辰 不料次日便离奇甚忙 而其死因在太祖十路旧路竟然完全掠过 证实宋使太祖本纪中也只有寥寥的九个字 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 只有野史续香山野路留下了一段 竹影俯胜的传说 为后世所考究 民间猜测竹影是在暗示赵光义行凶的场景 而辅生则是宋太祖遇害时的呼救声 而且宋太师不允许皇帝以外的人留寝宫中的 如此看来赵光义行凶的可能非常之大 然而司马光却在宿水济文为宋太祖据礼力争 认为太祖死时太宗并不在寝宫 因此不可能是凶 而诸多史料也以金魁之盟为由来为太宗开脱 更是印证了赵光义继位的合法性 因此不可能有篡位念头 至此 宋太祖赵光义的死因便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直至今日又有学者提出了 酗酒而子以及疾病突发的说法 根据宋史的记载 宋太祖赵光义不仅有酗酒的恶习 而且从开宝八年之后身体急剧下滑 在开宝九年十月 续资至通鉴长编明确记载 尚不遇 依照守真之雀下 任子 命王继恩 就见龙关涉黄露教 令守真将神 另据杨逸坛院记载 开宝中 有神将于中南道士张守真 言获福多宴 太祖不遇 依照守真之雀下 管于见龙关 令下神 而一般只有皇帝生很重的病时 才会被称为不育 而十几天后 宋太祖赵光义就离奇驾崩 因此 学者认为 病死和酗酒而亡的可能性更高 不过这种说法提出来时 宋太祖去世已经一千多年了 真相究竟怎样 已经无从而知了 不管赵光义兵变 究竟算不算欺负孤儿寡母 其在历史上的功绩 都是不可磨灭的 且抛开统一南方不提 其在文化 政治经济上的建设 都是当时世界顶尖的水平 以至于民间有了 天下非君主之天下 乃是天下人之天下之论 对此 西方学者称赞宋朝 创造了东方最伟大的文艺复兴 和经济革命 崇文的力量 让众多文士 先天下之幼而幼 后天下之乐而乐 也让社会萌生了共同价值观 在许多人眼中 崖山之战中 十万军民纷纷跳海 是宋朝因崇文若武 而导致的原因 然而 换个角度 我们亦能看到宋朝军民 宁死不屈 绝不像落后蒙昧的文化 妥协的庞然气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and 许可逐渡演员